东汉末年,天下还没乱的时候,东汉朝廷内部就先乱了起来,皇帝汉陵帝领了便当,宦官势力和外戚势力就立刻打了起来。 先是大将军何晋除掉宦官简朔,然后宦官张让又杀死何晋,何晋的马仔袁绍为了给大哥报仇,又带兵进宫想要收拾宦官,宦官一看大事不妙,带着新皇帝汉少帝流变就开始逃跑,刚跑出宫外,又让从外地来支援的军阀董卓给堵了个正正。 董卓人狠话不多,先诸灭宦官势力,再压制外戚集团,直接接手了整个东汉帝国的管理工作。 东都洛阳被外戚掌握过,被宦官掌握过,现在又被全臣董卓给捏在了手里。 对刘辩本人来说,这早已经见怪不怪了。 这位小皇帝多年的执政生涯,每一天过的都是提心吊胆,颠沛流离的苦日子。 不掌权,被架空,当皇帝对刘辩来说无疑是一种痛苦的折磨。 所以当他知道董卓要废除他的地位时,第一反应不是惊慌,也不是难过,而是欣喜若狂。 是的,你没看错,刘辩早就不想干了。 所以他痛痛快快地把皇位让给了他的弟弟,陈刘王刘邪。 刘邪正是本篇文章的主人公。 当然了,让刘邪当皇帝,基本上是董卓的意思。 对董卓同志来说,是大夫们拥立的皇帝,很难被自己控制,也很难和自己一条心。 既然自己要做全清朝野的人物,必然要自己另立心地。 自己立的吗? 知根知底,靠谱放心,最主要年仅九岁,比较好控制。 九岁,这是一个孩子最为天真烂漫的时节,却是刘邪一生不幸地开始。 公元189年,刘辩欢天喜地地让出了皇位,刘邪荣登地位,成为了东汉王朝的第十四任皇帝。 刘邪前脚当了皇帝,后脚董卓,就把自己封为了丞相。 那按说当了丞相,是不是要在岗位上刷刷业绩,干出一番属于自己的事业呢? 毕竟你是外地空降的领导,想要服众,不干出业绩怎么行? 但很显然,董卓同志对埋头苦干,做业绩没什么兴趣,对治国安邦定设计也并不感冒。 史书记载,董卓控制了东汉政权之后,最喜欢干的事有三件——杀人、放火、抢东西。 我曾经翻看过很多业界同行对董卓的分析,他们往往认为董卓是个很有诚服的野心家和政治家,并且智商极高,很有谋略。 但我翻遍史书,没见过董卓干过什么聪明事。 他对小皇帝留邪的态度不是很好,当皇帝的家,做皇帝的主,有事没事还恫吓皇帝,甚至有时候喝多了还跑到皇帝的后宫去睡觉。 对文武百官,董卓也不懂怀柔,心情好就跟大臣们讲两句话,摆一摆领导的架子,心情不好呢,就随便拉出两个大臣坎了。 而对黎民百姓,董卓更是将一个无恶不作的社会大哥形象演绎得淋漓尽致。 横征暴脸,为非作歹,欺压良善,草菅人命,这坏人,做绝了。 我记得在我的少年时代,高熙熙导演曾经拍了一版《新三国》,电视剧刚放了两集,网友就炸锅了,认为电视剧中的董卓又带又傻,完全没有枭雄的气息。 但实际上,这版电视剧对董卓的刻画还是挺还原的。 因为董卓就是个又带又傻的坏人,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坏,他最大的特质也是坏。 董卓在东汉朝廷里作威作福,各地的军阀们不干了。 各地军阀强强联合,打出讨伐董卓的口号,集结军队,要找一找董卓的麻烦。 这帮军阀里,就有我们非常熟悉的袁绍、曹操、袁树等人。 表面上,大家都是汉家臣子,天子在东都洛阳受辱,大家适时汉禄,适受君恩,当然不能等闲适之,必须抄起家伙和董卓拼命。 但实际上,这帮军阀却各怀鬼胎,各有心思。 有的人嘴上说要忠灭董贼,实际上是羡慕董卓挟持了天子,在洛阳当上了大官。 肥头大耳的董卓能行,为什么我不行? 有的人是想趁着大家活起义,捞一捞好处,看看能不能趁火打劫,抢点地盘。 皇帝?皇帝年年有,死了这个有那个,他过得好不好,关我们什么事? 更有甚者,例如刘表,公孙赞之刘,那就完全是跟着瞎凑热闹了。 中国人向来爱凑热闹,这事跟我没关系无所谓,但我得知道到底咋回事。 董卓在洛阳吃喝玩乐造的正起劲,一听说各位军阀已经成功组队,要收拾自己。 二话不说,带着刘邪就跑路了。 临走之前,董卓一把大火,将近两百年的东都洛阳被复之一具。 刘邪坐在远行的马车之上,呆呆着望着充分燃烧的洛阳城,一句话也没有说。 那是他从小生长的地方,那是他长大的地方,那是他的家。 但现在,一切都不存在了。 他即将远离故土,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继续去当他的傀儡皇帝。 董卓慌慌张张到了长安,把皇帝随手扔在皇宫里,又开始娇奢淫逸地过日子。 之前抱团组队讨伐董卓的联盟,因为队员们各怀鬼胎,各有心思,导致根本没有办法通力合作。 所以很快就一拍两散,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去了。 长安,娶长治久安之意。 但董卓同志可以说是他到哪儿,哪儿就倒霉。 还是老规矩,架空皇帝,虐待大臣,剥削百姓。 天天这么整,活人也得逼疯了。 那满朝文武,就没有一个敢和董卓对着干的吗? 有一个,司徒王允。 王允,自子师,太元齐县人,岁数很大,是东汉朝廷的老干部了。 王允世世大夫出身,一无兵权二无汉勇,想要正面对抗董卓,那可以说是痴人说梦。 老王大哥当然也不可能会犯那个傻,逞那个能,他果断放弃肉搏,选择智取。 董卓手下有个叫吕布的马仔,王允成功将其策返,并且缩使吕布杀死了董卓,一带枭雄,就这么凉了。 至于说什么王司徒巧射连环记,董卓戏貂蝉,吕布来买单等略带逃色的历史故事,那就纯属后人无聊,牵抢附会了。 董卓死了,环宇扩清了,按说留邪的日子能稍微好过点了吧? 非但不好过,反而越来越难。 董卓是大军阀,他一死,他手底下这帮马仔们可算乱套了。 其中有两位势力比较大的马仔,一个叫李雀,一个叫郭四,一看老大死了,自己可以当老大啊, 纷纷想效仿董卓,挟持天子,当上东汉朝廷的风云人物。 我们可怜的留邪同志今天被李雀抢来,明天被郭四抢去,在这个过程中,李雀和郭四大打出手,把长安城也给毁完了。 刀光剑影下,风火狼烟,金戈铁马生,残垣断臂。 刘邪刚刚失去了一个故乡,现在又失去了一个新家。 好不容易在一些忠臣义士的拼死保护下,逃出李郭二人的魔爪,步履蹒跚地返回洛阳,又让曹操给堵了个正着。 马绳偏挑戏处断,厄运专挑帝王魔。 曹操,想必就不用再介绍了。 曹老板曹梦德,东汉末年著名军阀,投机主义者。 对别人来说,东汉朝廷已经名存实亡,而一个名存实亡的政权的皇帝,自然也是人见人贤的。 皇帝颠沛流离,返回曾经的故乡,东都洛阳。 然而这里已经是残砖败瓦,荒草丛生。 军阀们冷眼旁观,反正东汉都要完蛋了,留邪,让他自生自灭吧。 如此看来,当皇帝实在是很有两面性,王朝强盛之时,皇帝是万成之尊,雍容华贵尽享。 而帝国即将覆灭之时,皇帝又成了被所有人弃如碧履的弃子。 有些很绝望,但上天跟他开了一个玩笑,曹操来了。 流邪一看,曹操来了,眼泪汪汪,嘴里的忠臣二字刚说了一个,就被曹操拎着衣领给挟持到许昌去了。 这回流邪更绝望了。 原来,曹操不是那个宅心仁厚的千古忠臣,而是将他再一次推入深渊的坚定臣子。 熟悉的剧情,熟悉的味道。 曹操家封丞相,当了流邪的家,做了流邪的主。 那他在曹操的手底下过得怎么样呢? 时事求是的说,要比在董卓手底下混日子强,但,似乎也强不到哪儿去。 我以为,用我拙劣的文笔似乎不能形容流邪当时的处境, 所以请让我用新三国中的一段台词来加以佐证。 这段台词的背景是这样的。 曹操架空汉县帝, 但汉县帝当了这么多年傀儡, 他不服啊,他不甘心啊,他想反抗啊, 于是他就密照自己的皇叔刘备进宫, 然后对刘备说了这么一段话。 皇叔,曹操名为汉相,实为汉贼。 与董卓不同事,曹操窃国不留贼名, 对外反而显示出他是汉庭栋梁,恩威其天纳。 电视剧的演绎未必全都遵从历史, 但这段台词却无疑很好地反映了当时的刘夕面临的处境。 电视剧结尾,他跪了下来。 他告诉刘备,自己是龙中之鸟,恐怕一生难有作为, 他希望刘备可以在外牟利英雄大业, 剿灭曹贼,忠心汉事。 刘备哪儿见过这阵仗啊, 肯定不能让皇帝下跪啊。 但刘夕涕泪横流,坚持要跪, 还说了这么一句话, 我这一拜,不是天子拜臣公, 而是子侄拜叔父。 是的,这是演绎,是电视剧, 但这一定是刘夕当时的心情。 让我们对这位末代皇帝 多一份宽容和理解吧。 这是一个从登上皇位的第一天起, 就被控制的帝王。 他在董卓的手底下战战兢兢地活着, 他在李郭二人的手底下胆战兢兢地活着。 现在,他又在曹操的手底下, 唯唯诺诺地活着。 那个羡煞旁人的皇位, 却是他一辈子的监狱。 有些,他失去的已经不仅仅是权力, 更是一个帝王的尊严。 对他来说, 身为大汉天子的每一天都是如坐针毡, 如耿在喉,如芒自卑的。 他是大汉的天子, 但他也是天下间最可怜的人。 如果说皇帝生来平庸是一种罪过, 那么皇帝生而为傀儡, 则是一种罪大的不幸。 这位一生凄苦的帝王在颜康元年, 公元220年,终于要下台了。 他终于明白当年哥哥流遍把皇位 让给他时那略带王位的眼神。 一言百年,你我同命。 曹操的儿子曹丕带汉建位, 顺便夺走了流邪的皇位。 两百年东汉,四百年大汉, 随着流邪的退位一起, 烟消云散。 青龙二年,二百三十四年,三月, 庚吟,被封为山羊宫的流邪寿中正寝, 离开人世。 他终于解脱了。 一切重归平静, 百年风云, 归入历史长卷。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多点击订阅按钮, 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您的点赞订阅是我更新的动力。